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这三场由史蒂芬杨和Mr.莫提供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今天这三场啊 共同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啊 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转折点啊 戏剧性 非常戏剧性 一波三折啊 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 第一场我们这边啊 有批哨没选啊 结果选了一个二张跟大嘟嘟 那么这个组合放在这边的话 搜搜吧 毕竟嘟嘟还有过牌 是吧 阿章还有固阵 有的时候可能有意外啊 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么第一轮啊 大家一起来气气气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反正有了装备啊 这个骑手手牌还是可以的啊 那么有杀有闪 那么后面南蛮AO1什么的都还不太虚啊 那么这里啊 手开一个五国啊 然后忙着一个七号位 七号位这下的话就怒了 就怒了啊 敢告我 我就拆你 那么这边借刀杀人应该是跳 跳飞鼠的 结果直接跳了龙将了 老盖哥啊 老汉来推车啊 结果没有相像啊 看有没有相像 应该是没相像 有相像到应该怎么就刷起来了 那么这里啊 又出了个小霸王 敢跟我炉 我老将人啪啪啪给你看 是吧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看一下就打掉凉血了 所以这个仇恨值啊 招的有点太过嗨啊 太过嗨 那么现在这边的话 场上两个鼠将 然后这边二号位还去搞一个无将啊 至少啊 肯定是非无 然后他鼠将的身份啊 这可能性啊 还比较大 因为毕竟两鼠在这边 你去还搞一个无将啊 这不用多说了 大家能想得通 是吧 那么这里应该来说 这可能四鼠在场上啊 大鼠来听一下 那么这边大张飞 跑向啊 是吧 结果直接把这女孩子给吓跑了 那么这粗鲁的汉子 那么这样看的话 我们盖哥应该也要崩了 那么现在这个应该是四个大鼠国的抱团局面 那么还剩下一个暗将 不知道身份 那么可能啊 就比较难打了 我们这边想要从固阵上面来得到一些啊 收益的话 可能啊 比较难 那么我们唯一的啊 可能有暴击的就是这个反剑了啊 英姿加反剑啊 残血的时候我就能搞定你的双刀模式 那么这里跳了一个大卫将 张格 小偷 我掳死你们啊 掳死你们啊 掳死你们 这边直接把柱龙空了一血 那么这里肯定是个鼠将了 应该是肯定是个鼠将 那我们直接杀张飞啊 掉他两血开一个南蛮 这时候南蛮是可以开了 可以开了 因为注意一下 即使这个南蛮被柱龙收回去之后 那么面对这种残局的队友啊 他到时候想开南蛮 而不得啊 而不得 是吧 你开呗 开完就掉鞋 是吧 当然啊 他如果开完能把我们A死啊 只是队友死了就死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关键是我们这三鞋 然后现在又出了郭家啊 索性这个桃子救了起来 那么郭家还能再躺一刀啊 再能躺一刀 那么宁死之前还给我们撸了一个铁锁 那么奇迹的时候出现了啊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转折点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二号位这个地方呢 属性肯定是蜀国了 这个不是蜀国 那就打自己的脸去吧 那么这里由于啊 你看刚才这个虾宝啊 猎刃拼点还把桃子最后一桃给耗掉 那么张飞只能躺到啊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乐上 酒喝上直接一个大闪剑 三金石 啪 双刀模式啊 就于我们这时候能打通他们这个蜀国的奇迹八脉的一个手段 就是靠这个反剑 那么还有个特点就是银子我们可以大过量的牌 那么现在的话 由于啊 这里我们自带人亡 二哥你想搞我们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万剑 好评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靠我们的一个银子的小爆发 你们既然已经残血 我们还有什么 大反剑啊 搞死你啊的 直接驾崩 直接驾崩 那么还来了一个顺手 更加好评 贴上蚌蚁又多出了一张杀 那么这个火力一张也不多 一张也不少 恰恰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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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朱容你给干掉了 那么这里啊 所以 朱容就是这个大鼠卧的一个角sheet棍 是吧 角sheet棍 这个 所以这局的逆转的话 应该来说不是 当然我们的个人能力啊 还是有所体现的 毕竟你英姿加反剑摆在这里 而且其所的装备 有人王 你看二爷想搞我们而不得啊 想搞我们而不得 最亮的应该是朱容这个啊 打的有点和和思米打 那么就是说啊 不怕神啊 不怕神一样的队友就怕啊 那个猪一样的啊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啊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是吧 那么这个 朱容在这边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鼠将的身份 判定应该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但是他竟然没有判断出来 而是直接联络再标 而且是把关键的一头给搞掉了 那这个就只能啊 让我们二张大都督啊 值得余温之力 是吧 好 那么看完第一盘啊 第一盘的话还是赢得比较侥幸的 利用了他们的一个失误的点 那我们就有机可乘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意识到啊 有的时候不要看 你四个人 人头非常高 血线还比较高 但是就是那么你一个失误 就有可能带崩你们的节奏啊 大都督的过盘量是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这边啊 第一轮大家来来 气气牌啊 气气牌搞搞鸡 我们这该气的都气啊 都气 那么到了我们这边啊 我们这里主视角啊 大卫国 钢烈哥跟这个郭凤笑的话 应该来说这个防御能力已经无敌了 毕竟有钢烈啊 加一技 想要保我们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这里啊 二号位 手开啊 直接鲁藤甲啊 我装上藤甲保平安 那么四号位 南蛮也不开啊 也不开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里选择了直接掳一刀啊 直接掳一刀 那么我们这个跳的话 结果把恐龙给逼出来 那么紧接着啊 这下大家耐不住性子了 直接掳起来 南蛮开出去之后 我们这里啊 是直接啊 用了一技啊 刷两张牌 那毕竟后面还有祝容的话 你还是要 嗯 挨一刀 所以这里的话 嗯 那么我们酿出来啊 那么恐龙在这个地方直接限制我们 然而 这里啊 梦获祝容这对啊 这个好夫妻 好搭档竟然去把大群雄给收了 丝毫不顾不及这个场上有卫国的这种存在感啊 不顾及这种存在感啊 那么只能告诉你 你祝容这一下的话 后面就呵呵了 呵呵了 而且这个常见的啊 诸连闭合啊 夫妻对外之后就送入宁堂了 那么你的节奏必然啊 会很快 那么这个地方司马一个盲区 又把自己的队友给逼出来 那我们这个勒不死属过了之后的话 那这有冠尸 强上了你啊 那么现在四个大位已经齐全 剩下的 而且啊 已经很被动了 属于我们四个大位这个位置非常好 直接压制你们啊 那么应该来说 从现在这个局面讲啊 大位应该来说是稳操胜券啊 注意 稳操胜券啊 大家这么多满血量 而且是什么啊 防御技能都有的啊 防御技能 郭家可以防御 狗狗可以防御 草皮可以防御 但是要注意 那么唯一的突破可能在点尾这边 那么老汉推车组合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啊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那么你这个老汉组合在这边的话 那么我们前期啊 前几期有出过啊 此类的苗场视频啊 老汉推车可以推平你这个旧世界 建立我们的新秩序 但是这里的话啊 我们细心观看 那么徐黄我们刚才说了 你徐黄可能就是唯一的突破口 你这大位啊 崩 有可能就崩在这边 你收了这么多牌之后 如果还可以继续刷的话 那么有锦衣装上的话 这个顺序应该很明显 可以继续撸狗狗 是吧 撸狗狗 结果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他想跟女部睡觉 结果直接把自己带崩 直接把自己带崩 那女部直接投降 那么所以这个关键的事物啊 使得卫国啊 本来啊 其实是菊花一锦 稳 菊花一锦呢 本来是由稳操胜讯 然后看到这边啊 老汉推车组合 菊花一锦 结果最精彩的部分 想想睡觉 而没有睡神 一个手抖 直接崩死 那么就送了披哨 披哨这样送出去 还有连弩 那你们俩 这个女部你再怎么扛 扛不住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曹皮的手牌啊 曹皮的手牌 注意一下啊 这里的话有这么多装备 还有注意啊 这里 关键的一张 锦衣 那么这个锦衣 应该是想想手里的 他刚才想刷牌 那应该就是说啊 直接想控控那个女部的那个一血 然后结个音 睡个觉 可以再放 再放血 是吧 那么如果再放血 再爆发 那么狗狗的补牌呢 你应该很有限 那么他那样的话 肯定啊 就也是直接崩掉 崩掉之后的话 那可以搞我们这边 那么如果啊 他可以再刷牌啊 那么最后再去打那个司马的时候啊 可能稍微有点困难 稍微有点困难 但是他可以把联赌换了 然后可以使劲的继续刷牌 前几期的我们老汉推车组合 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你没有了联赌之后 打司马 可能还是可以打的 你利用火攻之啊 之类的牌 还是可以打得动的 所以很有可能啊 他刚才的黄盖香香的老汉推车组合 应该来说 是有很大几率啊 把魏国给全推的 结果啊 一个大失误 当然啊 我们这一局啊 这个 这个大失误啊 分上的 嗯 怎么讲呢 就是 拱兽送人啊 这个所以啊 出牌啊 都是要考虑清楚啊 一定要仔细啊 一定要仔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场 第三场我们这边依然是个大卫国 那么三号位还是比较前的 那么第一轮的话大家啊 装装备 那么手开万键 我们就直接量将曹老板 那么这样量将之后的话 我们的队友纷纷跳槽啊 纷纷跳槽 嗯 那么这样我们三位跳出来之后 这肯定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时机跳出来 就可以啊 压制其他势力了 这肯定就是压制其他势力 那我们这里的 注意 我们这里的铁锁啊 好评 那么五号位 他假如你铁锁不亮 那我们直接啊 给你送一刀 送一刀 郭家 反正我们这边是卖血流 那么直接把徐生带走 那么这边还有睡觉的箱下 那就带走了 那么月鹰看看能不能死 那能死 曹平又是一个大爆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跟上一局啊 依然啊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这股迎面而来的气息啊 那么我们这里啊 开了几个AOE 最后还有决斗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啊 顺一个啊 顺了一个 那么借刀啊 这个借刀应该比较好 因为这个郭家这边啊 是有灌石的 我们可以借刀杀人 这个手牌可能有杀 那么直接又把六号尾给带嫖了 带嫖了 那么这里我们两张冰娘啊 完美的用了出去 用了出去之后 我们的P少拿了满手的手牌 那么这个爆发力自然而然是有的 是有的 那么到了目前这个回合 貌似没什么意思啊 貌似没什么意思 那么在这种场面下 大家能够想到的 有什么可以实现剧情反转的事情呢 注意一下 大家可以想一想 能有什么事情 那么P少直接托管 起牌 那么二张大固阵在这边 那么你P少的这一下 就有可能把你们给带崩了 那么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很关键的一张牌 二张啊 他本可以有一手的装备 然后这里有锦衣啊 有锦衣 注意一下啊 他锦衣先贴了出去啊 先贴了出去 那么贴了出去之后的话 他这里是直接杀了国家 直接杀了国家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是掏出了一把联弩 那么这个联弩的话 这个联弩啊 如果啊 我们这一局如果考虑一下 我们因为毕竟不是那个 主视角啊 不是主视角 所以我们不清楚二张一开始的排行是什么 如果说他一开始就带有了联弩的话 那么他这个锦衣应该是完全贴错的 应该是完全贴错的 而且刚才他这个锦衣再贴给我们啊 又是贴错一轮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条件下 他应该直接撞上锦衣 搞曹P 搞曹P啊 你只要把曹P搞掉之后 才能顺利的跟后面的人进行单挑模式 你最后送了这么多啊 行商的牌 你看最后这个农民还有集席 那你这个完全是打工啊 没有抓住这个逆袭的机会 所以啊 这里的话 二张应该来说 失去了这个起死回生的机会 那么我们可以这里啊 再详细的大家再想一想刚才的那个局面啊 局面 假设二张手里一开始没有联弩 他那个联弩是刷到 是在锦衣贴给国家的情况下刷到的 那么他去杀国家 这个是没有问题啊 我们是考虑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没有问题之后 他收了三张牌 那么手里又有锦衣 但是他这个锦衣 注意一下 是贴给我们 然后刷一张牌 注意啊 仅仅是顾那个直剑啊 刷一张牌 那么你说你这个锦衣贴的值不值 你这个锦衣 你手里那么多牌 足以把曹老板搞死的情况下 你锦衣应该自装 然后杀农民拼一拼 因为劈少拿了这么多牌之后 你想跟劈少形成单挑 而且你带着鲁子 劈少很有可能 农民的囤贴在哪儿 你这个劈子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所以你如果不能把劈少这边带走的话 那后面 你这前面啊 就打了完全作废 所以第二个锦衣再贴给我们曹老板这边的话 应该是一个致命的失误点 致命的失误点 你肯定自己装上 把劈少搞死 搞死之后 最后跟曹老板还有可能啊 进行单挑 因为什么呢 而且只要劈少死了之后 曹老板 曹老板刚才的金雄的一手的杀 金雄的一手杀 到时候如果我们这边啊 拿不到顺手 拿不到这把粘弩的话 那么这些杀都弃光 即使有冰粮 是吧 我冰你阿张 但是阿张可以故镇拿到那么多杀 照样把曹老板给搞爬下 所以他的思路整体是错了 不要看这种1v3的情况下 你是大二张啊 有可能逆袭的 有可能逆袭的 而且我们刚才是已经说了 刚才是降低了他这个失误的最低标准了 如果他一开始就有粘弩 他这个锦衣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装给国家 而是自己装上 直接卤啊 直接卤 你劈少不死 后面你怎么跟人 跟人玩 是吧 所以他这个决策 从一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 monsieur, 深纶觉得呃 least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三场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借鉴一下 好今天这三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